凝固 潮汽車 哈囉,車友們大家早安 現在幾點了十點多 這一款車是 Nissan rhythms X32 車友的話早上大概八點多有來試乘 試乘之後覺得有滿意 所以就來立刻安裝 KT 的一個產品 那這台 J32 之前其實也有開過直播跟車友們來分享 那今天要安裝的版本是 KT 的道路版 那車友的話這台車改裝了好多好多的東西 譬如說前後的煞車 還有輪胎鋁圈 18 吋的 還有這個是南投草臀 Q桑的四出排氣管 還有大寶整個都已經改裝到一個還滿完美的一個境界 那車友有覺得說他原來改裝的避震器使用了兩年 除了有異音 那單底盤的異音我們有查過應該不是避震器可能有其他的狀況 所以今天車友就直接把原來的避震器把它做一個泰換 那原來的避震器的品牌也是台灣的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它在這部車後面的彈簧跟避震器 它本來是一個分開的 彈簧歸彈簧 避震器歸避震器 但是其他品牌的改裝 它把它合而為一 就是完全變成一體式的 那這樣的改法我們在 另外有接很多國外OEM的訂單 譬如說BMW E36 或者是甚至是BMW比較舊的3系列的E30 或者是同底盤架構的350G、370G 都有類似這樣的改法 可是那樣的改法比較偏向禁忌的設定 那一般街道版要使用的話 我自己是比較不建議 因為後方的話 萬一改成黃圈一體式的一個架構 就變成後面的彈簧 非得要用直捲式的不可 那就會造成它的回饋感會比較直接 如果這個是比較運動化的車款 那也許這樣的改裝方式是可以的 但這個是中大型房車 這樣改法恐怕就比較會失去 原本應該要有的舒適感 那我們一樣先來看一下 其他品牌一個結構設計的方式 前面的話原本一樣 這個品牌一樣是賣花城的 彈簧配置的話是200長 8公斤的直捲彈簧 這個它一樣是有附一個上座的設計 然後 角座的話就沒有什麼油管固定架 它都是用通用型的 但KT的話都是做一體式的 連離載串的固定點都不用再做調整 那計時的話只要直上就可以了 最主要的差異應該是後方 後方的話差異性是在於 這個的彈簧跟便器做成一體的 那這個彈簧是180長7公斤 那換成是KT的話 因為是做分開的結構 所以KT的配置是配210mm 然後公斤數的話是8公斤 這條210mm8公斤的彈簧 在Z32跟Z31都是共用這樣的彈簧 所以這個變成是一體的 比較特別一點點 那車友的原本的離載數 因為有點多 大概十萬公里 十餘萬公里 所以本來底盤的這個鐵套部分的話 有破損 所以在這一次更換避震器的時候 一併來做更換 那值得留意的是 這一款Z32 底盤的這個三角架 原廠已經用料用得很棒了 這已經都是鋁合金的架構 這個下三角架 一共有三個地方 所以叫三角架 那這三個地方 這個是消耗品 這個是消耗品 這個也是消耗品 可是這個的 它的使用壽命的話 會遠大過於這兩個鐵套 所以這個的話 改法的話 因為有正廠有副廠 那零件的選擇也多 正廠跟副廠的零件價格 差不了多少 那如果在這一次 更換避震器的時候 一併來做胎換 其實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可以節省掉 一次定位的費用 所以這個是 會在待會的時候 現在避震器已經裝好了 等一下就要換上這個三角架 那我們來看看KT 裝上去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18吋 225 458的輪胎鋁圈 改起來也很漂亮 那今天的車高 大概會接近 接近量 一直拌再多一點點 等一下車高降下來 這個是後方的桶身 我們又把它改回來 原先跟原廠一樣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結構 那這個彈簧的上方 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 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的 可是因為原本的彈簧 這個本來都是空的 它本來另外一個品牌 是改成一體的 所以這個下面的 彈簧下方的橡皮 已經不見了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個 可以合用的橡皮 來給這個車主來使用 那這一台車的 這裡拍不太到 在上座的下方 在上座的下方 下方這裡 有一個調整旋鈕 這個調整旋鈕 可以來調整 後面桶身的軟硬度 在這個桶身最上方的位置 如果車高降下來之後 手要伸進去 可能就有點困難 可以趁著在保養的時候 輪胎有離地之後 手就可以伸得進去來做調整 那調整一樣是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後方就是這一條 兩百一掌八公斤的彈簧 那這一台車的後面的安裝 一旦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就有一點要特別注意 就是我們這個桶身 不要把它縮得太短 因為縮得太短的話 它彈簧就預載過多 就會不好做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架構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這個排氣管很帥氣 這個排氣管還有改了閥門 在這個地方 車主是說大概3000轉到3000多轉的時候 它閥門就會全開 所以排氣就會更順 那代速的時候也比較不會那麼吵 所以這個是 也是台中做排氣管做的還蠻不錯的店家 這一台車如果後方 我們當車高降下來之後 來又要來了 後輪的這個角度又會變趴了 車高降下來之後 這台車一樣是多連桿的懸吊 輪胎又要變成這個樣子 但這台車 J31 J32很棒 它的底盤 本來的Camper角度 就有偏心螺絲可以調整 竖角的話也有偏心螺絲可以做調整 所以這台車不需要再改裝仰角調整器 或者是竖角調整器 就用原來的偏心螺絲 就可以做出適當不會吃胎的角度了 那我們換了前面 前面的話 這個是等一下要裝上去的三角架 然後這個是它前面的避震器架構 就沒有一些剛剛來的時候是綁了一大堆的束線帶 我們都是做專用的規格 所以這裡有ABS感應線 然後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這裡有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做一樣的 那這一條彈簧比較特別 這個是中大型房車 它的主要的一個車主的需求 跟休旅車還蠻接近的 要有基本的操控 但是不能失去太多原本的一個舒適度 所以這條彈簧我們也是配一個燈籠狀的大彈簧 有問題啊 我問說我們有收正行券嗎 正行券喔 這個小編你再查一下看看好不好 正行券喔 那個叫正行券喔 對 應該是有吧 不然沒有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待會再私訊給回覆啦 好 應該是要問價錢才對吧 好 那前面的這個彈簧是200長 7公斤燈籠狀的彈簧 它會比直捲彈簧還要來的好處就是 它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它彈簧兩條線之間的距離 會拉得比較開 所以像這樣形式的彈簧 它能夠上下作動的行程 會比直捲式的彈簧還要來多出 30到35%左右 所以它的遇到坑洞之後的回饋的感覺 會有大概30%的力道往兩旁來釋放 所以它的回饋就會比較沒有那麼的直接 也就是說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除了舒適行程加長之外 當然營造出來的乘坐感覺就會比較接近原廠的感覺 有問題 三腳架可幫維修 三腳架幫維修 幫忙維修 這個我們就是幫忙維修 那個車友指出的問題應該是這麼說 這個的三腳架更換其實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像換這樣的總層件 這樣總層件的話比較簡單 因為三個地方全部都換新了 還有另外一個改法 那一個改法是在歐系車比較常見 因為歐系車零件它的價格比較高 所以這顆壞掉我們就逼這顆的鐵套來做更換 這顆壞掉就逼這顆的鐵套來做更換 但這個國產車的話它的零件價格比較合理化 所以會建議我們就換總層件 對車主來說也少掉了一個風險 假設我們這個壞掉了你只要換這個的話 其實這個再開沒多久也都差不多 壽命就差不多該換了 所以光換這個的話 那下次這個壞掉又得要拆裝一次 再把這個或這個零件其他的一個三 不同的點零件換掉之後 還要再做一次定位 所以長期換算下來的話 其實沒有比較省 所以經理會建議的做法 也就是我們把這個三腳架 就全部總層做更換 那如果車友的問題是 我們這裡除了改裝便器之外 那有沒有針對這樣的零耗材來做維修的服務 其實也可以啦 就是要做預約就好了 這個價格的話我還真的不曉得 但是我知道有分正廠跟副廠 所以這個價錢的話 待會我們再 在實訊回覆車友們 但要告訴一下車種喔 如果是一樣這三二的話 才是這個價錢 如果車種不同的話 它的價格落差還蠻大 這一支算貴啦 因為這一支是鋁合金的材質 那一般的三腳架 像之前維修好像是二代馬三吧 那一支好像一千多塊兩千多塊 那價格就便宜很多 因為它的材質不是鋁合金的 這個會比較貴 這個原廠是鋁合金的 副廠原廠全部都是鋁合金 所以這會比較貴一點點 所以車款不同 報價就不一樣 那我們再回到這三二的安裝 那這一個的車高調整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頭髮 記得把它敲緊 那它的前面這台車 我們是一樣 跟原來拆下來的其餘他家的品牌 是一樣有附一個上座的 這裡有一個上座設計 然後上座的中間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 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的 那這個J32的引擎 這顆是2.5升的 其實這台車還有一個是3.5升的 我們之前安裝的那一台直播分享 好像是3.5升的 哇那個馬力200多匹 還吹起來還蠻順暢的 那這一台是2.5的V6引擎 這個也是Nissan 這個V6這顆的引擎 是還順暢度都還蠻穩定度都相當的不錯 那今天的話除了改裝便器 就要換現在師傅就在安裝這個下方的三腳架 待會就要去定位了 那今天你要提供的資訊就是 像今天的車友其實也是預約來試乘 覺得KT的產品試乘之後有符合自己的需求 再來考慮 那有很多的車友在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其實會茫茫然 因為台灣的避震器品牌實在太多了 再加上比較高檔進口的 會讓對車子比較不了解的車主 不知所措 也許有可能預算是夠的 但是如果有像KT那麼好的CP值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看看 那如果覺得有質疑KT的產品 是不是乘坐起來符合自己的需求 可以啊 我們KT的台北還有台中還有台南高雄 分別都有經銷或者是店家 可以提供實車給車友們來試乘體驗 那如果試乘之後有滿意 再來考慮KT的產品就好了 還有問題 有人問說一代的物質完工價多少 一代的物質好 這個經理就能立刻回覆了 像這樣的日系車 日系車的話 完工價錢 道路版的都是兩萬六千元 都是兩萬六千元 這個影片 還有問題 保固多久 保固一年 保固一年 產品保固一年 那KT本身呢 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避震器不可能有辦法 用個八年十年之類的 它還是有一個固定的里程數 或者是固定的時間 它的阻尼有 像KT裡面所使用的阻尼有 是使用意大利 一整桶進口IP的油品 這個油品很好 很高檔 價格也非常昂貴 可是啊 它時間到了 就跟機油 就跟變速箱油一樣 會劣化 會衰退 那時間到了 KT的話 也能有辦法來提供 我們把避震器把它做細部分解 更換裡面的阻尼油 或者是更換裡面的油風 都有做這樣的售後服務 所以除了保固 保固之外 過了保固就要換新嗎 不一定喔 如果可以做這樣翻修的服務的話 就會 會節省掉不少的費用 那像是一些國外的知名品牌 在台灣也都陸續有這樣的服務 像是比較知名的德國的KW 它的維修中心是在台中 那像是另外一個品牌 貝士登 貝士登的話 維修中心好像設立在高雄 所以其實都 經理座這個行業 已經大概超過十年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以來 就都有做這樣的售後服務 但是進口品牌的話 目前也都陸續有跟進喔 但KT的維修的價格 會比較合理一點點 還有問題 那個道路板大概可以用幾公里 幾公里喔 公里數的話 比較難有一個 確切的數據 因為 懸吊設計的不同 假設 這個是 阿扣好了 阿扣7代 6代 它的前後都是雙A倍的懸吊系統 或者是IS250 那種懸吊系統的話 它的避震器作動 就很單純 它就傻傻的上下上下 甚至是這個後面 但像這樣賣花層的話 它的避震器作動就會比較辛苦 它不只負責上下 我們在轉方向盤之後 它還負責旋轉耶 所以像這樣的阻尼 它的劣化的順序 前面會比較快 後面會比較晚 那一般來說 最少都有辦法撐個6萬公里以上 我們不要跑到那個做 像我有幫幾個車手啊 設定拉力賽 或者是力寶 或者是國際賽事的避震器 像那樣的比較激烈的操控 它在很激烈操控時候 的一個鼠尼有的油溫 就有可能會拉高 那它使用的壽命 就會稍微縮短一點點 所以不同的使用背景狀況 就會有不同的一個使用的里程 還有問題嗎 有問題歡迎都一直發問 OK 那還是一樣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還有問題 他說跟TING 跟那個TING 跟TING TING TING的話 來 如果要講TING的產品 大概可以講大概半小時左右 那我們簡單來說 TING的話 它一樣有分很多不同的級距 譬如說 它如果比較平價的車款 比較平價的版本的話 它是做副統式的 上座的話可能需要沿用 那如果有的比較進階的版本 它是做一個 像Mono BASIC 它比較高階的 它就是跟TING一樣 都是做一個單筒式的設定 所以不同的版本 它有不同乘坐的感覺 那配備 譬如說有的是有強化上座 有的有沿用原廠上座 有的有魚眼上座 所以TING的話 規格的話是非常多 他說台中有試乘車 當然有 什麼車呢 我們台中的話 能提供實車的 經理的Golf已經賣掉了 講到就快了有點累 來 KT的工廠裡面有 CAMERY 有FOCUS的2代 還有IMAS也有 因為店家有很多 台中的武器車 有CRB的5代 還有FORTIS 我們店家有很多都是安裝KT的產品 這些店家其實的車 也都很樂意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台中有很多的車子 有很多的車款 我們都會安排 假設像今天的TNR 這個是中大型房車 我們就不會安排Golf來給車友們來試乘 因為乘坐起來感覺差很多 這個車我就會安排CAMERY 它的乘坐起來感覺比較接近一點點 試乘車是幾代CAMERY 這台車今天有在工廠 如果要4X6代的話 可以下午趕快約時間過來 沒問題了 有問題的話 歡迎繼續發問 但是詢問我們小編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拜拜